MING PAO TORONTO 不过起身眼见天色似乎一般 酒店附送早餐 过了繁忙时间,环境都算几清整 食物的选择都不少 就算过了繁忙时间,适应都保持着服务 除了有西式的热食和冷盘 还有用石川园特产做的日式早餐 多有诚意 这里的煎蛋选择除了基本煮法 还可以选蛋选蛋选择 半熟蛋流出糖心的蛋黄 光看着都觉得疗愈 我们的今集一日游行程大约由上周11点开始 先去今集站东口广场巴士总站的交通案内所 购买今天要用的巴士一日卷 上集提过今集市内没有铁路系统 我们所用的交通工具全部都要靠坐巴士 而巴士一日卷的路线覆盖市内99%的游客景点 用距离游览金泽就最适合了 在这里坐巴士200日圆一程 这一张卡是500日圆 只要你坐三程就可以赚了 下车的时候只要出市一日卷给司机看就OK了 我们来到近江丁市场 这里是金泽出名的海鲜市场 我们今早特意吃早餐 现在就来大拆一餐了 Let's go 近江丁市场有金泽的厨房之称 金泽本身位置于临海地区 海产资源固自然更新鲜丰富 近江丁市场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 安排这里作为早午餐的景点最适合不过 在这里不单只找到林郎满目的海鲜食材 好像鲜虾、海胆、鲜鱼、山蠔、松叶蟹 和季节性的嘉能蟹 不少鱼档在门前还放了一张桌子 被游客即场选选海鲜 即点即开 游客就站在海鲜档前腊食海鲜 这种山蠔有整只手掌这么大 很滑、很厚肉 很棒 我口中的味道很奢华 海胆刺身就连着河上 海鲜档很新鲜 很美味 不舍得停 真的不舍得停 很浓 很好吃 现在整个口都是那种浓的味道 在爆发中 好了,到试这个虾 这个虾我们是放了一些豉油 那我不用筷子了 因为就这样捉 你看看这个虾有多大 好 哇,好甜 嗯 我只能说鲜甜 果然是 物有所值 但在香港吃不了 啊,好好吃啊 为什么这么好吃 除了纳食海鲜档 近干丁市场还有不少 吃海鲜档刺身饭的餐厅 食客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下吃刺身 澎湃的海鲜档 价钱亦相当亲民 老公点的是最简单的刺身定食 刺身份量不少 望络也算挺新鲜 而我便被他澎湃的卖相所吸引 其实我们已经不肚饿了 但吃看到这个又忍不住叫了 豪华海鲜档用了超过10款刺身 澎湃的刺身不单是完全覆盖着表面 还多到凸出来差点满舌 很大块的 鱼餐全都爆炒了 嗯,很肥肥 嗯,很美味 吃得多生眼东西 绝对需要一碗热汤用来暖一暖胃 今集关东煮出名款式多 还有不少老字号 最适合作为海鲜大餐的完美句号 这块好像小屁屁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呢? 原来是羊蟹盖 是满满的蟹肉在里面 哦,好香的蟹肉味 嗯,很特别的 这餐真的吃得超级饱 是时候继续用巴士卷游览其他金泽景点 我们来到金泽的21世纪美术馆了 但是今天有些娱乐 我今天就 这里有一个很出名的当代艺术展览 一起来看看 21世纪美术馆距离近干丁市场 只是10分钟左右车程 免费区除了摆放了不少现代艺术作品 还有镇馆之堡 又来自阿根廷艺术家的作品 泳池 看似一个普通泳池 其实用了可以承受水压的透明雅加力 令观众可以走到泳池底部 看出外面的世界 由外面看入泳池底部属于免费区 但要由泳池底部看出去 就要购买铲区展览门票 如果要看进去的泳池底部 就要买票 这里的票有几种 基本上买铲色区域的票 就已经可以进入了 还有如果你有这个周游具 如果这个就便宜一点 360多人已经可以进入了 进去收费区看展览 所有背囊行李都要先寄存 收费区还有其他主题的艺术作品 不过就… 不是个个看得明白了 泳池底部入口位于B一层 是时候感受一下这个话题之作 如果不是因为下雨 而封闭了磁面的参观 在泳池底部可以看到上面的观众 感受一下汉与避汉的艺术 因为雨势越落越大 虽然日本三大名媛之一的兼录员 就在美术馆旁边 不过都只好无奈取消 刚好美术馆举行期间限定的 田中达也微型展 一约趁这个机会顺度参观 田中达也在IG有超过200万粉丝 她的微宿摄影擅长用日常生活小物 配合人仔模型 创作微型世界 她也曾来过香港做展览 不过我当时就抽不到时间去看 现在终于都可以拍到够半了 今天晚餐我们就挑战 搭巴士深入海边的住宅区 尋找隐世美食 我们先搭巴士去近安丁市场站 再转20分钟一班的巴士 前往大野区 这程车的目的地远离市中心游客区 用不到巴士一日卷 车程大约40分钟到达大野中央站下车 眨眼看黑妈妈的住宅街道空无一人 原来我们要找的餐厅就在车站附近 门面也相当低调 打开门进去原来也有几台食客 听他们的口音似乎都是香港游客 这边独孤一味专食蟹放体 一年四季都提供新鲜松叶蟹 而11月到3月还有肥美的嘉能蟹 这里的蟹是任吃的 不少旅游达人 好像杜如峰、周易伟等等 都在电视节目介绍过这里 难怪得这么多香港人慕名而来 这只饱高骨 除了蒸鞋,侍應還可以幫你把蟹在旁邊燒烤 看著蟹蓋內的蟹膏煮滾,又有另一番風味 我用這個筆來吃,我試試 哇,蟹汁鮮味道 哇,唇蟹膏的汁 值得留意的是,整個荒蹄只有蟹一種食材 大口大口,絕點蟹膏 值不值得這麼遠水路來吃,就視乎你有多喜歡吃蟹 始終每個人對同一種食物的食量都有限 我們的戰績是,總共吃了五隻蒸的蟹和一隻燒烤的蟹 六隻兩個人 好飽 回程的巴士差不多隔半小時才有一班 一定要較準時間提早出訂去等車 晚上乘車的乘客很少 半小時左右就回到甘澤站附近 下一集會離開甘澤 以不走回頭路的方式 乘搭巴士前往童話世界一樣的白村鄉 吃特色飛駝牛撲葉料理 欣賞初秋的紅葉景色 然後便會去高山 我們下集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讚好和留言表示支持 免費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和Facebook專頁 就可以獲得最新資訊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